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身上寻求认同感 但却忘记了人生是自己的 别人满意的付出 却未必能让你自己真正感到幸福 取悦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一 你可以爱一个人到尘埃里 但没人会爱尘埃里的你 很喜欢一句话 太瞻前顾后 妄想讨好全世界 只会忘了自己是谁 你连自己都不爱 又能期待谁来爱你呢 作者徐漫漫曾讲过一个她表妹的故事 徐漫漫的表妹 懂事 记性好 乐于助人 可却活得特别卑微 她做的所有事情 好像都是为了讨好别人 跟朋友一起吃饭时 明明是自己不爱吃的菜 也强忍着吃 朋友聊天时如果听不懂 就先偷偷查询 再积极参与话题 别人要借两千块 她就直接借三千 接着再问一句 还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吗 朋友把她当成树洞 屡屡向她倾倒苦水 她也会耐着性子照单全收 与男朋友更是如此 平时再忙再累 她都会承担所有家务 每次都是做对方喜欢吃的菜 只要男友喜欢 她就喜欢 然而表妹的百般讨好 换回来的却是忽视与忘记 一搬家一换工作 那些她曾用心对待的朋友 都不再联系她 同学聚会从不叫她 她却没有开口询问的勇气 看着她辛苦地做家务 男友也从来不伸手帮忙 她在这种 越陷越深的不对等关系里 渐渐迷失了自己 很多时候 我们总是看清自己 不断想要通过对别人好 来获得别人的认可 却不知道 自己的价值 就是在这种无条件的付出中 变得一文不值的 你可以爱一个人到尘埃里 但没有人会爱尘埃里的你 一段关系的发展 从不是靠一方的委屈求全和低声下气来成全 恰恰相反 她靠的是彼此相处舒服 互相懂得尊重与珍惜 真正好的关系 永远是平等的 与其在百般琢磨中委屈求全 不如先学着讨自己欢喜 就像张小贤曾说的那样 要是无法讨好全世界 那就首先讨好自己吧 别等憔悴了才知道要对自己好 讨自己欢心 永远没有太早和太迟 二 人最大的愚蠢是盲目和群 愚华的《在细语中呼喊》里 有一个农村孩子叫孙光玲 刚上中学时 为了融入常理同学的圈子 他不断模仿他们的做法 想要以此取悦他们 哪怕心中不认可常理同学的做法 他依旧强忍着心中的不适 跟大家一起调戏女同学 调戏老师 甚至一起去偷窥 七十岁的老奶奶上厕所 直到有一次 他一心巴结的城里同学 为了在女同学面前炫耀自己 竟像驱赶牲口一样 用柳枝抽打他的身体和脸 他才瞬间明白 牺牲尊严换来的和群 就是一个笑话 于是 他在同学的极尽侮辱中转身离去 再次回到了孤独之中 本以为和群是铠甲 没想到和群是刺刀 盲目的和群带来的永远都不是保护 这世上唯一能使自己强大而不受伤的 只有自己 上世纪八十年代 在中央民族歌舞团中 有一个不太和群的姑娘 大家每天都在排练当时最流行的芭蕾舞 她却偏偏要独自练习自己喜欢的民族舞 为此 她还不得不岔开跟同学的排练时间 别人早上练 她就晚上去练 参加全国大赛时 领导选送的都是当时更为热门的舞蹈 她却宁愿自己花钱报名 用自己认定的舞蹈参赛 她拼命练习 甚至不惜花光多年的积蓄自己缝制演出服 卖掉心爱的手表 筹钱录制音乐 报名比赛 最终 这个不合群的姑娘 出人意料地获得当年全国舞蹈大赛的第一名 后来更是登上春晚舞台被观众熟知 并成为享誉国内外的知名舞蹈家 这个人就是杨丽萍 目送中有这样一句话 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 有些观只能一个人走 有些路纳只能一个人走 人这一生有许多的关口 终究要自己一个人度过 盲目地改变自己 让自己融入不适合的群体 只会让自己受伤 人生的目的 本就是要活成不同的样子 听从自己的内心 保持身心独立 才是人生该有的模样 短篇男孩丹尼的故事 发生在一个人人都没长脑袋 但生活却可以照常进行的小镇上 丹尼是小镇上唯一的有头人 他不为此而骄傲 甚至一直因自己的与众不同 而郁郁寡欢 后来他对一个女孩一见钟情 女孩却因她与大家不一样 而慌然逃开 为了赢得姑娘的芳心 也为了不再与众人格格不入 丹尼毅然走向断头台 她如愿变成了和大家一般模样 也和心爱的姑娘牵手夕阳下 无头丹尼终于取悦了全世界 但无头丹尼尔也终于失去了他自己 就像远处坍塌的大厦一样 不复存在 愚者愿人 智者愿己 别总想着讨好全世界 真正聪明的人永远懂得取悦自己 一个自卑的女孩曾写信向三毛求救 问她该如何把人生活得有价值 让自己开心起来 三毛这样告诉她 第一步 先学会看重自己 不再用平凡和卑微之类的词语来形容自己 接下来 动手布置自己的房间 粉刷房间 并配上好看的窗帘 在床头摆上小收音机 在墙角放上书架 在窗台上摆漂亮的盆景 再下来 在每个月花上一点小钱做一点小改变 要么买一件美丽且实用的衣服 要么去修剪一下常年不变的发型 再或者去报个兴趣班 用每天的空闲时间 接触新环境充实自己 去上课可以交到朋友 自己的房间那么美 也可以偶尔请朋友来坐坐 慢慢不再自卑 也会发现原来大家也如自己一般 平凡但优美 更不会再消极 因为早已在这么丰富的生活里 学会了自得其乐 杨将先生曾说 我们曾如此盼望外界的认可 到最后才知道 世界是自己的 与他人毫无关系 人生下半场 别再掏空心思讨好他人 也别再总想着 强行挤入不适合的圈子 学会欣赏自己 悦纳自己 过好自己的人生 才是对生命最大的敬畏 不要去追一匹马 用追马的时间种草 待到春暖花开时 会有一匹骏马 任你挑选 不要去强求取悦所有人 做好当下的每件事 当你学会爱自己 别人也会来爱你 感谢你的喜欢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